你買東西的,當然要搭便宜,不是走雞 雞大歡喜呀,自家設計呀 這隻雞有多厲害呢?原來是打工仔的寫照 它有黑眼圈,第二就是OTO到頸都長了 我們香港人上班上學都很趕的 趕到有時連鞋都忘記着 直接就這樣衝到門口 不過這班學生的雞尾包攬枕 反應似乎不太理想 燒情一般般 那怎麼辦呢? 沒有啊,我們都是各價速燒的 我們是會 我們慶祝年初又要扔出去 扔幾個菜送給大家,新年快樂 來到年宵,大人買雞,小孩買雞 無論是雞仔,雞蛋還是雞腿 維記都希望拿過意圖,希望未來 雞年行大禍 化開富貴,過新年怎麼少得美的年花呢? 帶兒子來買桃花,讓牠行桃花運 雞年行過好的桃花 午夜過後,旺角花虛仍逼滿賣蓮花的市民 買桃花是特別語意的 是沒有語意的,純粹覺得牠漂亮 是 夠大貨嗎? 不是想行過桃花運的 都少少的 一百一百,全部一百 有花店店主說,就算今年的年花早開 都沒有影響到牠的生意 每個人買花都不講價 我現在賣光,現在是清貨優惠街坊 今年好很多,今年人賣花很豪爽 他說生意入夜之後更加好 可以提早收勞過肥年 無線電視機就在來彭龍那裡